随着摄影器材的普及 许多民众都会用手机相机记录生活 为了发掘在地的美好 中家集团秉持在地媒体精神 除了与政治大学合作推动媒体试读教育 更积极培育影像制作人才 号召民众制作多元的传播内容 媒体素养教育的第四个环节 就是鼓励大家制作传播的内容 这是为了要让意见市场更多元更丰富 那这个真建计划除了鼓励大家 可以有一些拍摄影片的一些补贴之外 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电视上面 出现的内容更为多元丰富 而且各地的在地记者 如果可以拍摄自己家乡的内容的话 可以让我们看到台湾各地 非常美丽的风景 所以非常的感谢中家 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媒体内容的制作 真建主题分为新闻影片组 短片影片组以及节目组 入选新闻影片可获得2000元 短片5000元 节目每集补助5000到2万元不等 欢迎民众一同用镜头 呈现自然生态 人文艺术与多元丰富的在地特色 中家集团在全省有12家的有线电视系统 每一家都有不同的经营区域 而每一个经营区域都有不同的人文历史特色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让在地人说在地的故事 所以我们这次征建的计划特别提拨200万的奖金 希望让地方的民众社团学校学生 能够更积极参与整个新闻短片 以及节目的制作 只要作品入选就有奖金 那另外我们也透过这个在地影像赔力 赔力营呢来深耕这个媒体试读的教育 以及提升媒体素养 凡是对影像有兴趣 喜欢用镜头记录在地人事务的民众 不分年龄不分个人团体 都可以向中家宽屏各地有线电视洽询 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